各位工人飯堂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講一個最近很Hit的話題 就是電動車的發展 電動車作為我們國家在十四五規劃其中一個重點的產業 亦是現在講碳中和一個很Hit的話題 香港的碳中和目標是2050年 政府亦定了203年之前停止新登記的燃油車 所以今天我找了一個相當熟悉汽車的朋友 何維鑑和阿鑑一起談談電動車這個很Hit的話題 阿鑑你換了電車沒有 想換的 想換的 為什麼想換呢 有什麼好處電動車 以你的理解來說 其實電動車的好處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第一件事一定會想到就是環保 即環保、節能、能量轉換的發分比會高 有人會質疑的 其實都是要發電而已 發電尾又是會有排放 你可以這樣理解 生產電池也會有生產成本在那裏 所以我會這樣看的 第一本身的能量轉換 因為它集中在電廠 或者有不同的發電技術 甚至太陽能也好 風力能也好等等 這些產出絕對被汽油轉換到現在的燃油汽車 變回動力輸出會好很多 所以就這點已經一定是環保過傳統的汽車 再加上它的路面是零排放 而且其實我們現在的發電技術 都越來越多是可載生能源 或者是零排放的發電方法 核能 所以其實是無可置疑的 用電動車是促進環保減排 除了環保減排之外 對於用家來說有什麼新奇的體驗 一定會有 其實電動車裡面所擁有的科技 即是一些高級技術 即是相對便宜的價錢 即是已經可以給到你 如果你汽油車有可能 即是60萬80萬甚至過100萬才可以給到你的 可能電動車是40萬左右便可以給到你 那除此意外 電動車 很多人一定會說 起碼是小速引擎 不會那麼吵 又會比較靜 這些都是他帶給我們一個新的體驗 我敢去想 電動車其實真的是一個很大 亦都很重要的產業 大家不知道 全世界生產電動車最多的國家是哪個國家 中國 又是我們中國 不單是本地銷售 全球的銷售 出口的銷售 我們中國的電動車已經是世界第一 亦都掌握了絕大多數的核心技術 就不怕弄手機之前 華為真是慘 被人捏這條頸 電動車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電動車它作為一個產業 汽車作為一個產業 全世界最大的產業之一 而且產業鏈很長 涉及不同的工業品種 這個都是很發揮到我們中國 又是我們中國的工業品種是最齊全的 所以一架電動車 由不同的原材料和報警的生產 基本上都是我們國家可以自給自足 完全可以做到一些世界頂級水中的電動車 比亞迪也不怕說 現在的銷量已經超越了Tesla 講你都不知道 我知道中國的電車製造量 全世界排第一 也超過德國傳統汽車製造大國 現在是他們正在追求我們的步伐 可以靠電動車實現了我們國家 在汽車產業上的彎道超車 講了這麼多電動車的好處 香港怎樣推動 香港現在政府有一些一換一計劃 都是說一些稅務優惠 但是這個一換一計劃 第一件事我認為 本身它有個年期限制 現在就去到二四年的第一季 如果沒有記載就完 完了之後會不會突然之間 少了很多人會換電車呢 現在不知道 第二件事我相信 一些準電車買家 或者在用電車的用家 他們一定會有一樣的就是 充電欄 我買一部電車回來 我沒得充電 那我又怎樣去使用它呢 沒有電很嚴重 你比沒有油 忽然之間都可以找到桶 進去 沒有電 人家在公路怎麼算 因為電車的理程焦慮都很大 現在說是一上車就可能有理程焦慮 未上車就已經有 上車之前要規劃好行程 去哪裏充電 又擔心去到會不會沒有位 要不提前去reserve 這些我相信都是電車車主 一定會想的事情 其實政府都有目標 舉例說公共的充電設施 希望在2025年前有五千個 私人的充電設施 通常是住宅下面的私家車車位 要做到15萬個 亦希望在不同地方推出快速充電站 聽說好像進度很緩慢 我看過新聞 之前政府在2020年底推出的EV充電II的資助計劃 到現在只有一個屋苑 是真的完工 完了計劃 全香港有這麼多個私人屋苑 那是否問題在哪裏呢 其實我覺得政府去開設計劃出來 希望都是鼓勵多些私人屋苑 去安裝這些充電設施 令到多些充電位 在市場上可以好些 令到電車 很準確的 那個計劃 聽說每個車位 津貼三萬元 大快三萬元 給你的車主 去整個充電設施 每個屋苑最多1500萬 還想怎樣 但有一件事我都需要考慮 說真的一個新的屋苑 什麼都未做之前 你怎樣拉線 火牛房怎麼做 當然沒有問題 你可以預好怎麼做 但一些舊有的屋苑 其實他們面對有時有些困難 就是說火牛房可能不夠力的 你資助他都沒有用 因為火牛房不夠力 不可以拿出來做的 我沒有可能影響到原本的住宅 第二就是去到拉線那裏 用明線的話 整條燈喉在那裏 大家看到又不漂亮 又有些風險會高些 如果用暗線 我鑿開條路 鑿開牆牆 藏條喉下去的話 其實新舊的水泥 一望下去好像滑鬼腳 我相信都未必可以 每一個屋苑能夠接受到這件事 所以在舊有屋苑那裏 從那個基本上屋苑的結構 所擁有的東西要去考慮 政府原意是好 但是在實際操作上 確實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難 還有我聽過不少的業主大運發團 或者是業委會 申請了之後 現在都很坦剔 究竟上不上貓好 因為政府批了它 原來話說是甚麼 特別是大型的屋苑 它現在最多是三萬元一個車位 500個車位為一個屋苑 有些大型的屋苑 它說的是千多二千個車位 有些二千多個車位 要共同去分享 這個1500萬 每個車位可能只剩一萬元都不夠 要小業主要夾兩萬元 那就困難重重了 不是每個小業主現在即時想搞充電設施 就可能因此卡住了 搞不成 出來的情況 那個政策都很奇怪 就是最大型的屋苑 反而最後是一個充電位都整不成 受惠不到EV充電2的補貼計劃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政策一定要貼地 貼地也要具一定的彈性 說真的實際操作要落到很久的下層 去運動的時候才知道 計劃原意絕對好的 政府這一點我絕對是拍手掌的 但實際執行的時候確實是有困難 所以政策一定要有一定的彈性存在 還有剛才好像大咪所說 這樣分發每個車位其實會少了 因為它有一個卡住了司令位 不橫寡而橫不均 都是一個問題 反過來我覺得可能有第二期的計劃 你可能將上限略為調低少少 可能兩萬元 但你就放寬每個屋苑的上限 反而大型屋苑 其實每個車位攤分成本便宜些 效率高 但同樣做到很多車位都駁到電 因為很多大型屋苑 有三四期甚至五六期 有二千多個車位 全香港有幾個比較著名的大屋苑 大家都知道是哪幾個 所以這是第一 所以我覺得政府要環境局 真的要再調整一下這個計劃 這個計劃是好的 但如果你自設那麼多關卡 最後你都做不到 現在政府經常說 以結果為目標 你都做不到那十五萬的住宅車位 中田設施 至今超過一半的住宅車位都做到 現在很明顯是做不到 而2025年前 我看一個細 如果以現在這麼僵化的計劃 第二個就是稅務優惠 除了在使用上政府提供補貼 和一些充電設施便利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優惠政策 就是一換一的稅務優惠 即是你劏了一部燃油車 你再買一部電動車的話 最多減免的稅務高達二十八萬七千元 一換一的稅務優惠 你怎麼看 一換一當然是吸引 大家都看到 我原本是開的汽油車 有二十八萬多 可以放到稅務優惠 這樣便是好處 但說真的 是不是這個稅務優惠 是幫到消費者 可以 但聽說最近有些車行 簽了臨時賣衛合約 忽然加價 簽了約也加價 真的很離譜 我覺得現在根本就是 在電動車上面 對於消費者的保障 是比較低和少的 即是很簡單 我們就這樣開電腦 按上網站 去看一看 大把公司都是 收了票 簽了一些簡單的合約 之後覺得 我收票特別多 那個車型 很受歡迎 很受歡迎 就跟車主說 你那部車可能要多排兩年才有 如果你轉哪部又可能會好些 很多車主一聽到 你等那麼久 可能就會轉 一轉的時候 他們又要給一個 新的價錢 貴一些的價錢 簡單來說 肉錘就在砍上 另外 這些汽車公司 亦都看著 現在的稅務優惠 到2024年 第一季就完 完 之後 亦都看到 那些買家都是想著 美班車的心態 對 特意抹高一點 價錢 等他們賺到盡 但我們又看回一件事 整體電車的生產 從產量方面 和技術方面 理論上 成本是越來越低 好像我們內地 我見到有部分的型號 都是減價的 減價 減幅不小 減幾萬元 如果是電動車的製造大國 我們都見到 減價 全世界都是這樣 唯獨在香港 反過來 一個就是2024年 現後 一換一的稅務寬減 我相信會做出一些調整 我相信不會完全沒有 如果做出調整的話 我覺得要加上一件事 政府要 那些汽車的代理商 逐個汽車要去申請計劃 政府同意了它 或者批准它的售價 之後就不能再加 這樣才對消費者比較有保障 我覺得其實很簡單 找消委會 消委會現在很多時候 做一些調查報告 很應節 做一些哪部電動車 性價比最高 大家有得參考 可以去看 說真的幫它大肆宣傳 自然地強行 那些 其實沒有人幫襯 所以讓它去調整 市場上也是一個方法 電動車的話題 今天就談到這裏 還有 未來我們會談多些 社會上最熱 最有趣的話題 大家想聽什麼話題 不妨在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訂閱 點讚 留言 分享 多謝大家收看 工人翻行 拜拜 拜拜